嗨,大家好,這裡是柯P傳教室 柯P在哪裡? 柯P不見了 我們要去哪? 換避震 我們要去車工 今天為什麼是我們兩個的小班? 對啊,為什麼? 本來想找柯P了就好了 柯P大人太忙了,出不來 怎麼辦?這不... 我不會很乾 你覺得這台車 你上次坐了一下下 只是嫌他沒有聲音 對啊,沒有聲音啊 改嗎? 改了啦 你有帶錢嗎? 我有帶 這事情就有帶 我有帶 我上次沒付錢 你上次沒付錢? 對啊,他跟我說 車好了,你可以開走了 我就開走了 好 然後後來老闆才問我說 多少錢 我說我沒有付錢啊 你有換流媒體喔? 換了啊 要錢嗎? 還是拿在公司的? 沒有錢沒有錢 我之前還沒付 還沒付而已 你不覺得這車太長了嗎? 習慣就好了 車又寬又長啊 我覺得寬還好 他真的沒有退圈寬 長度真的要抓一些 不習慣 他這麼說 他在公司的歷史上 他也可能在公司 他又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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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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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忙喔 你看起來整個廠都試車 公不公司一樣 都是滿的 那天老闆說他們停車場其實還有更多車 是喔 搞個這種對不對 我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可以搞到這種規模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我的意思是說 不管是小隻還是愛情老闆 然後每天都有車子一泡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對 也是要長久經營 不對啊 我不是厭世的角色 我怎麼講就可能 你今天好正面喔 然後講一下你現在野馬買了什麼東西 頭燈 龍馬 然後水箱護照 這是我比較煩惱的 因為我不知道很不合 可能出來就白話了 可以修吧 就是要修啊 我在想要不要弄尾翼以後還想說爽 欸對 我又沒想問你尾翼 你要換嗎 要嗎 我覺得要啊 是喔 那個小小隻的我看不習慣 你要出錢嗎 看看 我先看一下多少錢 尾燈也要買了 台灣一組要5萬8 那你這樣買回來多少錢 我不知道 我不想講 今天這樣好像仿彈性節目 沒辦法啊 沒有KP啦 你就這樣 這三個是什麼意思 我根本不知道 趕快去嘗一下 然後你等一下 幹 做好功課再來上節目好不好 不知道為什麼是常見嗎 什麼意思 根本國經典 喔 國族 喔 美國國族 就這樣 就這樣 好無聊喔 這個是有按過 喔 對不對 抓到了 應該有喔 我說這看起來太小顆了吧 你看隔壁的 隔壁啥小啊 你大概跟他中間那個一樣大而已 改了啦 好小喔 為什麼會那麼小 你突兀欸 整台車那麼大 我真的那麼小 又出馬腳了 不是啊 你覺得很奇怪啊 整台車那麼大 跟他也那麼大 只有 鐵盤這麼小一個 所以他就設計叫你來改的 看他的 這個整塊 你知道 還有一根這個 這個是 直接按就開了 然後沒有蓋子 這沒有蓋子的喔 對 用直接插進去就好了 直接吐不住了 所以 也代表 幹這個東西爆掉 就關不起來了 這個段子 他說我要自己拆 你要自己拆 沒有啦 叫客人在旁邊幫我 然後 總不能什麼都麻煩他 這是什麼 你要自己拆喔 哇 沒拆啊 自己拆自己裝 換掉就 就好笑喔 再買一個新的 靠北 很難買欸 變好看了欸 哇 差這麼多 真的喔 白改醬危險 這句話真的是沒有錯喔 今天請到阿吉老闆來幫我們試車 原本那個 你的底盤的聲音啊 因為 避震器的上座 損壞喔 造成你轉向的時候 機器快快的聲音 對 避震器是含有上座 所以把它換掉的時候 你省了一筆上座費用 那同時也把那個 你的問題點 異音的部分已經解決掉了 所以我目前在開是不會有聲音的 那 定位完之後 我們要做兩件事情 一個測試避震器的短跟硬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 看看方向板定位的角度出來 是不是正確的 這樣子 大概朝這個方向去試一下就可以了 目前開起來覺得 是還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啊 這個車因為震震器 我改過好幾台 那開起來的感覺都還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剛開出來 震震器都壓成 它整個活動還沒有形成 還沒有壓好 嗯 那必須要再繼續開一開之後 它的Q度就才會出來 那我們再去調軟硬的部分 那大概要多久 大概開個兩三公里 就會有比較準確的感覺 三公里 對 本來是很軟嘛 這個車軟的話 其實開起來還沒有安全感 因為野馬來講 它本身操控可能不是這麼好 對 如果太軟的話 你其實 比較急速的快速轉換是有危險性的 嗯 那目前這個是 有有有有 這個彈跳是數比較不正常 是有拼力的情況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它降低 所以它會再調軟一點 對 待會我們會再調軟 其實這時候就比剛出來的時候軟很多了 嗯 有沒有 比較不會那個死硬的感覺 彈彈的壓承出來 這不是你要開的嗎 對阿 這我要開的 小師每天都在講 泰山泰山 哈哈哈哈 原來那個 跟 船一樣 主要是變成這樣煞車 嗯 它不會有二次三次的彈跳 嗯 它的阻尼就可以拉住 這樣 可是如果阻尼拉得太快 一樣相對的 你這個 做起來也不舒服 大概再看一下 你的 是我的嗎 欸 阿柯耶 看不到 欸 還在弄耶 神 這麼久喔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是不是點到喇叭 對啊 怎麼了 什麼了 野馬比較難弄喔 我也不知道好像吧 哈哈 那它是你的頭皮怕吧 沒有啦 怎麼可能 那天有 你們兩個主張在角度裡去哪裡 沒有啦 還是要請 請那集老闆戴回去 他現在在旁邊 我們在試車 蛤 蛤 蛤 對啊 喔 好啦 喔 好 好 拜拜 有沒有到現在 那其實已經暖了 嗯 沒有剛剛這麼硬 我把速度稍微提高一點點 嗯 其實剛剛的彎速已經都還不錯了 已經有七十幾才過彎 嗯 至少讓你過彎會比較有細節 嗯 其實你的彎速剛剛已經有七八十過彎了 嗯 OK 看不到 哈哈 哈哈 這個人 躺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證明野馬 後座是可以坐的 喔喔 也可以好好的睡覺 那樣 其實你坐裡面 我坐 我還好啊 我的腳還好耶 對啊 後面很舒服嗎 輕鬆的 哇賽 後面好坐嗎 好坐 比911好坐 真的喔 911那個腳都伸不出來 只是上去比較難上去而已 對不對 這個嗎 不會啊 不會啊 911那個太小了 太廣點了 不覺得過坑洞很跳嗎 不錯啊 改裝就像這樣啊 需要再軟一點 看你自己啊 你覺得OK 今天 今天 還可以啊 請 柯Pi iPhone的試車 你喜歡硬的 喔你喜歡硬的是不是 所以這種硬度你覺得OK 目前看起來還可以 還是因為台北市的路太爛 其實有時候是他突然跳起來 有看那個感覺 有啊 有時候突然跳很可怕 我覺得我都離地 沒有啦 只是你屁股離地而已 對我屁股離地 對 如果你比較對那個 太硬的人啊 你可以再調軟一點 就 感覺上再Q一點就好 QQ的就是這樣 會彈的 不是那種 抖抖抖抖抖 那種感覺 有時候是動動 兩下你可以動 再多半下 這樣 對 會比較好 你跟你感覺是不一樣嗎 我是跟他頂的 你跟他頂的 我知道啦 我覺得我的 太軟了 你覺得你的太軟 你覺得你的太軟 你的哪裡太軟 我的併生器太軟 你講清楚了 所以我喜歡硬的 所以我喜歡硬的 再三百公尺處 再跳一下就好了 那他那個是直接轉就好 對啊 就放一點點 高低可調我們沒辦法挑 不然硬我們可以自己挑 QQ 他單一登海 他還跳 但是他什麼時候會回來 我不知道 那你知道我們接下去哪 我知道啊 你知道 你用風聲 你高大聲的 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嗎 現在去賣車嗎 對 把車賣掉嘛 還沒改完 你怎麼可以賣 好 可是通常都是 好改完 然後爽了一天 就可以賣了 可以賣了 不錯 如果你 我告訴你 你不敢這樣 你跟他頂的一段 就好 不錯 不然還好 可以了 好啦 我也要改 你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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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震器 你後面 是不是也要換 還可以啦 還可以撐 可是 泰山都蓋了 他動不了 都動不了 我還要來蓋 因為你不可能調到最硬 一般我們就是 你要偏舒適 你如果會調了你就知道 今天要去跑山了 有沒有 再鑽一點 就可以去 過彎就比較好 哦 是這樣講 可是一般人 使用習慣 應該是不會 一直去動它 再四百公尺圈 其實換了就 心裡馬力就比較好了 有沒有 這樣 感覺好像看到招 每次都這樣 換了什麼東西 好像覺得 嘖 那好像只有 只有前兩天吧 哈哈 第三天 用麻木 然後就 可以再改了 好像可以再改了 這樣 沒人去幫我 三成 你有假設這台 要開多去玩 沒有 對啊 所以沒有的話 就一次差不多兩三年了 開一開 有感情 又又捨不得 換 有點小紅的樣子 現在還不知道怎麼辦 你覺得我們要弄一個這個桌子 然後再弄一個這個椅子 帥 哇 哇塞 快死了